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繼續有上千上萬的民眾 在美國各地走上街頭 舉辦遊行集會力撐特朗普 而最大型的一場就是位於首都華盛頓 至於幾個具有爭議的州首府 都有類似的活動 因此大家就會看到 特朗普的支持者的熱情 絲毫沒有減退 而特朗普的民意基礎仍然是相當堅定的 在昨天上午 特朗普就在飛機之上 觀察了數以萬計的民眾 湧上華盛頓的街頭支持他的情景 而去到下午的時候 他就趕到了紐約的西點軍校 觀賞一場的比賽 這場比賽就是由海軍和陸軍軍校的學員 所對壢的美式足球比賽 特朗普一入到這個會場 即刻就受到了巨量的鼓掌 和歡呼聲 歡迎他 昨天的這件事就正好再次證明得到 特朗普是深受軍人的愛戴 而且在軍中 擁有著極高的聲望 和知名度 當然這跟特朗普過去四年的處事作風 是有著極緊密的關係 特朗普曾經說過不止一次 他就說 不希望 再有美國的軍人 在那些連名字都說不出的偏遠地方 白白犧牲 於是在過去四年 特朗普非彈 沒有發動過一次常規的 大規模戰爭 而且他還在多處的地方撤兵 當然他的撤兵 不是全部撤回美國本土 只不過是換了住房位置 但是他在過去四年來的所作所為 就已經足以令到廣泛的軍人 都感受得到 來自他的關愛 12月14日 就是選舉人團投票的日子 特朗普選擇在這個日子之前的一個週末 在上午和下午出席了這兩個活動 事實上就是要為了向外奸展現 他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支持來源 分別就是真正的民意基礎 和廣泛美軍的擁護 當然有著這兩樣東西的支持 就會有利於特朗普繼續對抗深層政府 和確立特朗普在共和黨的地位 因為共和黨內部的不團結 其實在過去這兩三個星期 大家都會看得很清楚 比如說 在德州的那宗違憲訴訟當中 其實到了最後 都只不過只有120多名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 入了只做法庭之友 即是所謂的非當事人意見陳述 這件事其實 就不用付出什麼代價 純粹是一個表態 仍然還有80多名 眾議員是不肯表態的 除此之外 司法部長巴爾的不作為 喬治亞州州長布萊恩的台江等等 都可以反映出 共和黨的內部 其實有不少人 就不是對於特朗普全心全意的支持 所以特朗普選擇在這個日子 來展現真正的民意 當然是有他的原因 這裏我們稍後會再解釋 至於說他在下午轉到西點軍校 展現出軍方對他的擁護 究竟又是要給誰看的 其實這件事都相當內人尋味 因為特朗普法律團隊 從來都是就著和平解決問題的手段 來表達意見 至於所有非和平的手段 其實特朗普法律團隊本身 是沒有任何的著墨 當然有其他的法律界人士 和美軍的退役將領 他們是有提及的 到底他出席西點軍校這件事 和這些非和平的手段 是有沒有什麼關聯 到底這個是否是一個跡象 就是意味著特朗普已經是 畏著一旦可能發生的特殊情況 而作出某些鋪排 當然現階段就很難說得準 因為特朗普法律團隊 現時仍然是致力於 想利用和平的手段 來解決問題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就提到 說他們會即刻無逢進入Plan B 即是 在各個州那裡提起遺憲的訴訟 他就說 現時已經準備就緒 他們將會在最高法院那裡 提出遺憲訴訟的另一個版本 於是不會跟德州那裡重複 他還對於最高法院駁回德州的訴訟 作出了反駁 他就說 如果德州沒有資格 去到最高法院那裡提出訴訟 那美國總統就肯定是有資格 當然 各州的立法機關都會是有資格 所以 他們將會從今天開始 在各級的法院 入此 提出訴訟 讓別人來看看 到底 他們還有什麼藉口 去避免 舉行聽證會 法院就一直利用所謂的資格問題 來回避開庭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令人憤怒 美國人就應該有權利來聽到事實 當然朱利亞尼就是想致力於尋求 在司法的途徑來解決問題 但是 當那些案件 在地區法院 甚至乎 州的最高法院的層次 被駁回之後 即使是可以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也好 那究竟 那些大法官會不會是繼續 利用一些 很牽強的原因來駁回的訴訟 正如上一次德州那一宗 那張駁回書是只有半頁子 如果不計 阿里托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的 意見的陳述 那份駁回書簡直是 四份之一的版本只有兩句 根本上沒有東西寫 他就完全是 通過散的方式來 撒走你 而最令人感到詫異的就是 在駁回德州訴訟的那張駁回書上 只有兩名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見 分別是 阿里托大法官和 托馬斯大法官 而兩位大法官分別是 由小布殊和老布殊所委任 至於 特朗普所委任的那三名所謂保守派大法官 竟然 賭歌是去了自由派那邊 所以在駁回訴訟那裡 才會出現7比2 禁懸殊的比數 到底那三位所謂保守派的大法官 他們在思考什麼 他們究竟 理據是什麼 從來都不需要向公眾再陳述 因為一紙的駁回書 就已經是一個決定 沒有再異議 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多不負責任的 就算你說要駁回 你可不可以 寫多幾句來解釋 你認為德州是沒有這個資格 為什麼德州是沒有這個資格 根據美國憲法的哪一條 認為他是沒有資格 完全是沒有作任何的展述 純粹是只有一句 你說叫那些人怎麼回復呢 除了朱利亞尼的Plan B之外 美國的參議院 在下星期三的時候 就會舉行一次的聽證會 就著有關於選舉的事宜 參議員Ron Johnson 就提到 說這一次的聽證會 目的就是為了恢復民眾 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跟著這件事就很重要 而且還會幫助很多參議員 決定 究竟是否需要跟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在1月6日那次的 國會聯合會議當中 一起挑戰選舉結果 因為1月6日 其實就是有 一次的聯合會議 由參眾兩院議員一起開會 在那一次的會議當中 就是會確認 在12月14日那個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即是作出一個認證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也提過的 國會首尾門 這一次的聽證會當然 很多人會上去作證 攤證據出來 等等 這裡我們不再去詳述 但是在1月6日的那次 聯合會議上 只要有一名的參議員 和一名的眾議員 聯名提出反對的話 他們就可以就著不同州的選舉人票 提出辯論 最後就作出表決 是否接納這些選舉人票 當然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就好看共和黨內部 是否有足夠的團結 因為現在已經有十多名的 參議員 已經向拜登祝賀他當選 另外有一群人 他們就是不表態 保持著官網的態度 但是也不顯得他們是 全心全意地撐特朗普 去到如果表決階段的時候 這群人的想法到底是怎樣 所以 特朗普選了在選舉人團的 投票日子之前的周末 出席那兩場活動 所展示的真正民意 根本上就是要給這群國會議員看 目前距離1月6日 只有大約三個星期的時間 我相信國會守美門這一招 都很大機會是用得上 但是到最後能不能夠成功 當然就是取決於國會議員的取態 所以現在特朗普要做定一些鋪牌 一點都不奇怪 至於說其他非和平的手段 事實上有很多種 只不過由於現在還未見到特朗普有這個議員 來動用這些招數 所以暫且我們就不說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